大家好 这是一台风冷扩散泵的全部零配件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东西是什么名字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扩散泵的泵体 对 它长这个样子 这个是我们一个大盲盖的一个卡钩 这个是我们泵出口的一个卡钩 这个是大盲盖 这个就是我们泵出口的卡钩 这个东西就是密封圈了 这个地方的密封圈 这个是我们里面四级喷嘴的压杆 风扇螺丝 欧形圈 欧形圈是挡油版的欧形圈 这个是我们的四级喷嘴 三级喷嘴 一二级喷嘴 然后呢 这个呢是我们的风扇的过滤 安全防护网 风扇上还有另一块防护网 这个我们的风扇 这个是我们的扩散泵加热棒 这是加热棒的线和那个风扇的电源线啊 下面呢我来开始组装一下这一台 就是这台扩散泵出现问题以后 我们怎么该去维修它呢 首先我们要检查它所有的配件缺少了哪部分 比如说我们缺少了这个四级喷嘴 那我们就要去申请 或者说是去找到这样一个四级喷嘴 来给它组装上 其次呢 我们配件齐了之后 要检查它配件有没有明显的外观缺陷 就比如说啊 比如说风扇破掉了 或者说是这个插针弯掉了 断掉了 这些明显的缺陷 那么也是不可以用的 那我们也要去给它及时的更换掉 新的配件来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是把它组装起来 下面呢我来给它演示一下 它这个顺序 它这个组装顺序啊 这个泵体 首先我们要把四级喷嘴 不是一二级喷嘴啊 一二级喷嘴 放到我们的最下面 这有一个孔 对准我们的喷射口啊 这是我们的出手喷射口 这个圆形的孔 要起到我们这个加热棒啊 这加热棒那个管的上方 也就是里面这个管 起到这个里面的管的上方 这样 好我们把它放下去 把它放下去 好 好 好 就装好了 然后一二级喷嘴装好之后呢 我们装它三级喷嘴 三级喷嘴 这个下面朝下 扣到 扣到这个的上面 这样啊 上去 往下按一下 卡上去 卡好之后 就可以了 在上面呢 就是我们的四级喷嘴 四级喷嘴直接放上来就可以了啊 直接放上来就可以了 放在这上面 大家拿出来以后 它是一个组装的一个组合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它的里面是这个形状的啊 四级喷嘴装完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压杆了 就是我们这个压杆 我们这个压杆就压在这个 这个四级喷嘴的上方 这个槽子这里 我们拿一个四级喷嘴的压杆 但是我们这个四级喷嘴 这个压杆呢 是比较长的 我们压下去 可能压不住它 所以说我们就要给它 裁剪一下 裁剪的这个距离 一定要掌握好 尽可能往靠边 短了以后就没法用了 下面以后呢 我们把它直接 直接对准这个槽子 我们也把它按下去 好 这个状态 对 就是这个压 不能让它掉出来 不能让四级喷嘴 从这个下面 三级喷嘴的上方掉下来 这个就是正常的啊 好 就这样一个 起这样一个作用啊 其次我们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是挡油板 我们把挡油板装上 挡油板 外面这个槽子里面 是有一个A步行圈的 它是这样放的 它是这样放上的 对 后面呢 我们就是把盲盖 因为我们现在是 不工作状态 所以说平时 我们是要把盲盖装上的 对 这样就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呢 把这个 村口的 把小盲盖装 好 它也是一个 起到防灰尘的作用啊 下面我们就要把风扇给装起来 风扇装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 它的方向不能锁 对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加热杆 从这里 穿进去 对 您好 这样的啊 这边贴着它 然后这边这个网呢 在它的对面 这样切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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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货带洞组装完毕